刊娜是个女高中生 新学期开学的时候 班上转来了一个男生 名叫西远 看着讲台上新来的帅哥 下面的女生都很兴奋 西远自我介绍完之后 忽然朝教室最后一排的刊娜打起招呼 刊娜好久不见啊 大家没想到帅哥竟然跟刊娜认识 全都齐刷刷地回头看向刊娜 其实西远是刊娜的小学同学 而且还是她的处恋 原本久别重逢应该很开心 但是在众人面前 刊娜却强颜欢笑地朝西远挥挥手 结结巴巴地说 啊 好久不见啊 而这时有一个女生 一直回头盯着刊娜没有做生 放学后 刊娜被人一把推到摔进了垃圾堆里 而推她的人 就是刚才盯着她看的那个女生 他们班的班长千岁 千岁阴阳乖气地说 哟 你今天心情很好呀 刊娜桑 刊娜起了大吼 千岁 千岁却哈哈一笑 那个转笑声就让你这么高兴 刊娜没有回答 只是恨恨地咬牙切齿 千岁对刊娜的办理没有停止 她一把拉住刊娜的手臂说 哼哼 今天你也让我嗨一嗨呗 说着 她就掏出了一把小刀 尖锐的刀锋闪着寒光 刊娜的手臂瞬间就被划出了血 疼得她撕心裂肺地尖叫 其实这已经不是千岁第一次霸凌她了 但是她却只能默默忍受着 因为千岁是当地首富的女儿 家里关系很阴 警察和律师两边都有后台 所以不管她被千岁怎么霸凌 不管她有多恨千岁 她都改变不了现状 被千岁霸凌之后 刊娜拎着包独自走在回家的河岸上 手腕和脖子上被刀划伤的口子 还在流着鲜血 疼痛和愤怒让她的身体控制不住的颤抖 但河岸下传来的声音 却引得她不由自主的默然回头 定睛一看 心里大喜 这不是西远吗 她飞快地沿着河堤跑了下去 等她稍微靠近 才听清原来是一个女孩正在对西远告白 说她对西远一见钟情 希望西远答应跟她交往 哪知女孩话没说完 忽然就愣在了原地 一团黑影慢慢升起 覆盖了女孩因为惊恐过度而木讷的脸颊 这时 刊娜也震惊地瞪大了双眼 她下意识地掏出手机 拍下了这恐怖的一幕 只听见女孩一声凄厉的惨叫 整个世界瞬间笼罩在黑暗之下 女孩只剩下两条腿在外面挣扎 她的上半身被西远的怪物巨头缓缓吞食 恐惧充斥着整个桥洞 黑暗中仿佛被无数张嘴撕开了一个深渊 他们贪婪地咀嚼着女孩的身体 堪纳被吓得完全忘记了逃走 西远吃掉了那个女孩 慢慢恢复人形 回过神的堪纳开始不停在脑海里思考 接下来要如何自救 突然 她脑海中浮现出千岁霸凌自己时的那副嘴脸 转念一想 她的内心萌生出一个血念 不远处已经恢复意识的西远 正蹲在地上懊恼地抓着脑袋 她没想到自己转学的第一天就吃了一个人 这让她陷入了强烈的负罪感当中 完全没有注意到深厚的堪纳 堪纳试探性地靠近并喊她的名字 西远 这一声直接把沉浸在不安中的西远吓得魂飞颇散 她猛地回头发现居然是堪纳 她不确定自己吃人的那一幕有没有被看到 所以就想装傻糊弄过去 但堪纳一再追问 她就只好一五一十地坦白了 原来西远得了一种食人病 一旦有人跟她告白 她就会把那个人给吃掉 听完西远的话 堪纳犹豫了一下 然后非常坚定地对西远说 我有件事想拜托你 我想杀一个人 没错 她想利用西远的病神不知鬼不觉地杀掉千岁 她对千岁早就恨之入骨 她要复仇 所以她恳求西远说 我希望你把千岁吃掉 西远听完吓得赶紧拒绝 但她想到霸凌又非常气愤 霸凌是无法原谅的 可是要让自己去吃了千岁 那不就等于是以暴之暴吗 看到西远犹豫不决的样子 堪纳直接亮出了刚才用手机录下的视频 西远没想到自己吃人的场景被她录了下来 这赤裸裸的威胁让西远害怕起来 她下意识地伸手就要去抢堪纳的手机 但是堪纳却再次郑重地恳求她 我是认真的 希望你能帮我 最终西远在已达成目标后 删除视频的前提条件下同意了 接着堪纳又再次跟她确认 是不是只要想办法让千岁跟你告白了 你就一定能吃掉她呢 西远表示肯定 但是西远担忧的是 就算千岁喜欢上我了 也不一定会主动跟我告白吧 对此堪纳很自信 因为她非常了解千岁 千岁为人骄纵人性 而且支配欲极强 只要按照她的作战计划 成功的概率就会很大 第一步 西远主动搭讪千岁 你是千岁同学吧 我叫西远 请做关照 我刚转过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你了 可不可以跟你一起玩呀 千岁一看人家帅哥主动跟自己搭讪 心花怒放 愉快地就答应了 之后两人就一起散步聊天 约会看电影 关系也慢慢亲密起来 第二步 等到关系亲密之后 时不时就无视她 本来西远还担心这招不行 但是堪纳跟她保证说 你越是不理她 她反而越是执着 没想到这招欲擒故纵确实管用 因为西远突然的冷落 千岁把气撒到了堪纳身上 第三步 在千岁快要爆发的时候 说点装逼的话 千岁就会沦陷 毕竟那家伙没谈过恋爱 很容易被撩的 终于 那天千岁叫住西远 问她为什么不理自己 西远纠结着说 对不起 千岁同学 我 我现在只要一想到你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千岁一听 立马羞红了脸 这不是暗戳戳的表白吗 一切进展的都很顺利 就在西远和堪纳 躲在桥洞商量 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 千岁主动打电话给西远 说想要跟她约会 千岁果然上钩了 第二天 两人就像情侣一样 开心地在游乐场中 度过了快乐的一天 堪纳也悄悄尾随在他们身后 终于到了要闭馆的时候 趁着四下无人 千岁终于鼓起了勇气 发起了爱的攻势 这也就意味着 堪纳的计划即将迎来剧中 不会再被千岁毒打 刀割和烫烟头了 想到这里 堪纳的泪水止不住地滑落 她终于可以从地狱般的日子里解脱了 千岁也终于开始了她的表白 西远君 我喜欢你 现场一片死寂 西远心里一惊 堪纳也懵了 千岁接着说 如果可以 能不能跟我交往 西远愣愣在原地 居然什么都没有发生 堪纳的表情也更加复杂 为什么什么都没有发生 难道西远背叛了她 紧接着 西远神情一变 她欣然接受了千岁的告白 好呀 我们交往吧 哈 堪纳快要疯了 她压抑了自己的情绪 等千岁离开后 直接冲到西远的面前 揪住了她的衣领 大吼道 为什么没有吃掉她 为什么接受了告白 为什么要骗我 你说话 西远冷静地说 其实什么都没发生的那一刻 我也慌了 所以一不小心 就接受了千岁的告白 但是在那个瞬间 我明白了 没能吃掉千岁 接受她的告白 都是因为你 她把堪纳的手 从自己身上拿了下来 接着说 关于食人病 我一直在思考 一旦被某人告白的话 就会把那个人吃掉 这也就是说 她在对人的恋爱情感起反应 所以我一直就在想 如果是我喜欢上别人的话呢 堪纳听到这心里一惊 不禁后退了几步 她震惊地垂着脸 泪水溢出了眼眶 她没想到西远喜欢上了千岁 原来小丑竟然是自己 她冷笑地说 那就是说 喜欢的人是不会被吃掉的对吗 可接下来西远说的话 又再一次让她震惊 那个时候 我脑子里想的是你哦 堪纳 可能一旦恋爱 有了喜欢的人 就算被别人再告白 也只能吃掉自己喜欢的人了吧 所以刚刚我没能把千岁给吃掉 而且我接受千岁的告白也是假的 因为如果我不接受的话 她可能会对你进行更加疯狂的霸凌 堪纳彻底惊了 没想到西远在帮助她复仇的过程中 不知不觉喜欢上了她 她对堪纳说 千岁的事我会再想办法的 你别说话 听我说 我 我喜欢你 今后能和我一起 等到堪纳恢复神志之后 只剩下她一个人了 在感受到悲伤之前 只有大脑清醒的厉害 她没想到自己也有十人病 自然也没有过被人告白 然后吃掉对方的经历 然而事实并非这样 那是因为她从小就喜欢西远 所以就算有人跟她告白 也不会被她吃掉 西远猜得没错 一旦有了喜欢的人 就只能吃掉喜欢的人了 而为了不让堪纳被自己吃掉 西远才主动向她告白的 但是她怎么也没想到 堪纳也有这个病 所以她跟堪纳告白之后 就被堪纳给吃掉了 后来堪纳拿刀捅死了千岁 她觉得一切都是千岁的错 如今的她 已经没有什么好在市区的了 早知道这样 当初自己亲自动手就好了 西远已经再也回不来了 最终堪纳被警察逮捕 生无可恋的她 在看守所里 选择了资金